2021年以梅艳芳为原型的电影《梅艳芳》上映 电影讲述了梅艳芳的一生 从她小时候登台到成为明星的一系列故事 其中有一段剧情就讲述了梅艳芳得罪黑帮后 暂退娱乐圈 去泰国避难的情节 其实这段剧情并不是艺术加工 而是在她身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因为这从向太陈岚口中得到过证实 梅艳芳打电话给我说 她被人家打 然后还不放她走 她哭着跟我说 我半夜三更 向先生还在聊剧本 我自己开着车就冲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后 梅艳芳可能是喝醉了 人家故意来挑事 介绍梅艳芳给这个所谓的电影公司老板 说希望有机会合作 可能梅艳芳已经喝醉了 而且还不认识 两个人都不认识 她手也不肯握 然后就被人家打 据陈岚所说 打梅艳芳的这个人 曾经接受过向华强的帮助 所以在她看来 她来之后就能够卖她的面子 放走了梅艳芳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打梅艳芳的这个人又是谁呢 一切还得从梅艳芳去KTV唱K说起 1992年 李连杰的经纪人蔡子明被人抱头后凄惨离世 5月4日是蔡子明出殡的日子 而震惊娱乐圈的梅艳芳掌锅事件 也是在这天拉开帷幕 当晚 梅艳芳带着当时的男友林国斌等几位好友 去了位于九龙堂的一家KTV玩乐 可就在兴头之时 包厢内却突然冲进来几个标形大汉 指着梅艳芳说 我们老大有事找你谈 梅艳芳喝得有点多 再加上不认识这些人 只听到他们说 黄柏明的弟弟黄柏年 要介绍一个社团大佬 及电影公司老板给他认识 便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不去 而这个社团大佬 就是拥有湖南帮背景的14K堂主 黄朗维 黄朗维听到这话 觉得面子被薄 便带人直接冲进来 甩给梅艳芳一张100万的支票 以命令的口吻 要他唱首歌 并跟自己拍戏 梅艳芳作为娱乐圈的大姐大 自带江湖气 哪能为人所摆布 直接以私人时间不谈公事为由 拒绝了他的要求 结果 恼羞成怒的社团大佬 抬手就给了梅艳芳一个耳光 还让人控制住了整个包厢 威胁他 不唱歌 不合作 就不让他走 无奈之下 梅艳芳这才给向太陈岚打了电话求救 也就发生了陈岚所说的一切 原本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没想到 在发生梅艳芳掌锅事件的三天后 黄朗维就突然被人砍死 让这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5月6日晚上 黄朗维在湾仔一家排档吃饭时 突然从一旁窜出几个杀手 二话不说 拿刀直接砍向黄朗维 毫无防备的黄朗维被砍成重伤 手下忙将其送进医院 为了守江湖规矩 他没有报警 可就在他脱离危险之时 又被两名假装是他朋友的杀手 给直接解决了 医生护士进去之后 看到黄朗维太阳穴 连中树枪当场身亡 黄朗维被杀之后 所有箭头直指新一安的 湾仔之虎陈耀星 因为他与梅艳芳是交好 且湾仔是他的地盘 警方闻讯 立马将他请去喝咖啡 没想到 陈耀星前脚进去喝咖啡 后脚 他的二百多名小弟 竟然直接包围了警署 叫嚣着放人 那边作为14K堂主的黄朗维 突然惨死 社团自然也坐不住 一批蛊惑仔 也冲到了警局 和陈耀星的手下对峙 警方怕事态发展成 不可控的地步 也由于证据不足 最终陈耀星被保释出狱 可陈耀星出来之后 梅艳芳一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有人认为陈耀星是替他出头 也有人认为陈耀星是借此机会 名震天下 不管哪种 梅艳芳一时之间成了众矢之地 为了平息黄朗维手下的怒火 梅艳芳在黄朗维葬礼上送上了花圈 只不过此举并未平息黄朗维手下 及亲人的怒火 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暗中盯着他和陈耀星 1993年11月21日 陈耀星去澳门参加格兰批制赛车比赛 获得了第二名 同行的还有梅艳芳 两人上了新闻 与此同时 一直在暗中盯着两人的那双眼睛 也开始行动 当晚 陈耀星和众好友来到酒店庆祝 酒足饭饱之后 陈耀星带着好友准备驾车离开 可就在这时 从不远处冲出来三名骑着摩托 带着头盔的杀手 对着陈耀星的太阳穴连开几枪 致其当场毕命 陈耀星之死震惊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由于牵扯到梅艳芳 狗仔们更加密切关注 不久后 杀害陈耀星的凶手被查了出来 他就是黄朗维的哥哥黄朗辉 据说他还扬言 下一个复仇的对象就是梅艳芳 梅艳芳也因此暂退娱乐圈 去了国外躲避 后来据说花了一千万才将此事摆平 重新回归娱乐圈 不过 后来据饰演大逼哥的吴志雄所说 杀害陈耀星的凶手并非黄朗辉 而是一直与陈耀星有救援的联英社座堂老东旧 据说老东旧与陈耀星早年因张学友演唱会控制权一事 发生纠纷 在被陈耀星狠狠敲诈一笔之后 老东旧怀恨在心 伺机复仇 所以陈耀星被害一事 或许与他有关 在陈耀星死后 他的弟弟陈耀康接手了他生前的帮会事宜 不过陈耀康此人比起他的哥哥陈耀星来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说为了帮哥哥陈耀星复仇 陈耀康直接找了30多人 在餐厅对老东旧围追堵截 削去了他的半张脸 可谓狠人一个 此事之后 陈耀康逃去了马来西亚 而关于他们的江湖仇杀却还在继续 1994年 在陈耀星死后不久 一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 醉生梦死之 湾仔之虎就被搬上荧幕 不过有意思的是 这部电影的制片人 正是与黄朗维 关系甚密的黄百明 而也正是因为他要将梅艳芳 介绍给黄朗维 才发生了之后的一系列事 而梅艳芳 那个目睹一切的男友林国斌 也在剧中扮演了黄朗维 陈耀星的现实女友陈妙英 也在剧中本色出演陈耀星的女友 果然 艺术来源于生活 如今不管是梅艳芳 还是那些江湖人士 都已经逝去 而他们制造的江湖事迹 却依旧被人所津津得到 那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产物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